我是爱看电影 而且希望自己可以再活一百年 至少让我活到一百岁 还有几十年 有好片子让我看到 那么感谢我们的 宝米这个数位影视公司 今天引进了一部 让我很感动的片子 请介绍一下这部片子 给你自己 大家好 我叫小鱼 我是宝米数位的行销公关 那我们这部引进的这部片 叫做有人想和你说话 它是一部 伊朗的片子 那这部伊朗的片子呢 它的过去呢 它就是有一位 就是非常有名的演员 叫做萨哈布和赛尼 它被称为是伊朗的金城武 那它有多帅呢 进去看就知道了 在片子里 它是后半段才出来 可是它的每一秒 你都会想要看着它 它的每一秒 它的每一个画面 每一段它的台词 都非常的深刻 然后非常的自制 都打到我们的 就是胸口上 女主角胸口上 我们观众的胸口上 我一定要把这个说话的 那个声音要抓回来 这部片子穷头到尾都在讲女人的故事 对 没错 就是我们的女主角雷拉 一个单亲的妈妈 然后她跟她的女儿 跟婆婆 跟她的以前的情敌 还有包括她前夫后来的妻子 几个女人都演出来的那个情节 我会建议大家去看一下 就是说宗教文化服装 其实后面包裹起来的人生 跟台湾跟大陆一模一样 你一定感触很深 但是我现在要问小鱼的就是说 如果不是你们一直来催我去看诗篇 我说真的我不会去看这个伊朗片 对不对 看了以后那种感触那么深 你们还听说你们还引进了分居风暴之类的 分居风暴并不是我们引进的 但是之所以伊朗片会在台湾 也是这个男主角演的 对 打小名号其实就是两部片 一部叫天堂孩子 一部叫分居风暴 OK 那这两部片子就是让台湾的观众 慢慢的知道原来伊朗的电影非常出色 哇好有文化深度 对非常出色 那我现在想请小鱼告诉我们 那我们都已经被那个好莱坞啊 就常年 就就是我们认为电影就是好莱坞 对 其实那只是全世界的电影工业里面一小部分 其实某种程度 有些印度片我也觉得蛮不错的 没错 所以你们公司现在去引进法国的 中东的 对 OK 还有印度的是不是 OK 还有南非的电影 还有南非 还有墨西哥 还有墨西哥 这可不可以说一下你们老板的心态 他财力雄获是 其实没有因为其实对于在国外 国外比较成熟的电影市场来讲 像是包括在欧洲在美国 其实他们的片型是非常多样化的 可是我们在颁奖的时候都说什么最佳什么演讲 然后搞一个外语片 一堆外语什么语言的都塞在一个小 所以其实这也是一个国际上新的一个趋势 其实这么多年来 在国际的市场上慢慢的这些非好莱坞的电影 都非常慢慢的受到欢迎 还有慢慢的在抬头 因为他们的所强调的大部分不是好莱坞的特效 不是好莱坞的卡斯 但是在这背后呢 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 那你必须要靠什么去撑呢 当然就是包括编剧的功力 导演的功力 还有每一位演员 他到位的演出 还有这个背后故事的哲学 在支撑这样的一部片 所以所有的这些艺术片 这些外语片呢 通常他们都有这样的背景 所以对于观众来讲 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选择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 我可不可以再进一步的解释 就是当他们没有特效 没有阿凡达那些技术的时候 也没有卡通的那种市场或需求的时候 有没有市场需求我不知道 可至少像那个米老鼠这种东西 在有一些国家里面 其实并不是被很认同 因为都是爽跑搞笑 所以我们就照单全收 有些文化就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必要 是不是因为他们这样 反而回归到最纯粹 讲的都是真实 人性跟呈现演技了 因为电影不管怎么样 不管你有特效没特效也好 回归到头来都是戏剧 那戏剧演的什么 戏剧演的就是人生 对所以你背后就是人生的哲理 还有这个人性的这些 这些纠葛这些 其实就像安姐说的 没有国界的 所以那这些慢慢就是这些 你回不到戏剧以后 你发现这些外国的片子 其实非常好看 而且就在成熟 包括在美国 在欧洲 这些片子都是大受欢迎的 对所以小鱼刚刚讲的时候 不管是哪一家公司发片 天堂孩子 分居风暴 跟那个有人想要跟你说话 他有前一阵子看的胜利 人生胜利组 这是属于马其顿的一部片子 马其顿 对 我们都在想说德国 都在讲 什么诺曼蒂登陆 或者讲美国的珍珠港 其实不要忘记 有很多地方也是有很多 都打过二战 都打过二战 好像没有演出电影来 我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不好 所以感谢有一些有心的电影工作者 把它拍出来 那更要感谢宝敏 我希望你再引进多一点 让我眼睛视窗开阔一点 对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关于伊朗 我们今年就是为大家进了三部片 三部片 我们把它称为就是伊朗的心灵三部曲 三部曲 那第一部曲就是 这个有人要跟你说话 对那接下来第二部片呢 叫做我们是这样长大的 那这个我们是这样长大的 它是一个 我们给它下的一个标语就是 梦想是留给一心一意要得到它的人 对那这个故事完全就是一个 所有的主角都是儿童 心想事成 第三部 第三部 对那第三部呢 叫做柏林零下七度 那我们给它的副标题 叫做移民风暴 那它其实这中间呢 就是讲的是一个诚实的问题 这讲的是两个家庭 一个家庭 他们两个家庭都想要 是高墙倒了之后之前 之后是讲现代 对 但是他们 他们就是两个伊朗家庭 他们想要移民到柏林去 所以他们在这个移民的过程中 他们必须要 就像我们台湾 我们想要去申请一些补助啊 我们都必须要说 我们多可怜啊 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是不是有点像那个 台湾的不能没有你 对 就是为了一些身份法规的问题 对 我们都必须要去 去修饰说我们的过去 可是呢 这两个家庭的差别是在于 一个是吉利的修饰 一个是完全没有修饰 我现在想像就是说 他一定也可以跟我们 包括台海移民啊 台商移民啊 他的心情可以有借近的地方 他不会只是一个 柏林人的故事 对 还有他就是 就是包括 就是我们这些社会救助 其实我们都会遇到相关的问题 就是到底 我们是要诚实好 还是不知道 因为你诚实 你就可以得到补助 对 或是你诚实 你就能够 诚实你不能够得到补助 可是你修饰过 但是后面两幕片 什么时候要上 我们接着会在 11月12月 的时候会陆续 把他上到戏院 OK 能够试片的时候 我们再来深度的探讨 但是你没有感觉到 小鱼讲这些片子的 那种投入 跟那种了解 跟那种还可以分析 你是不是 我来做个结论 就是包米推出的电影 就是避暑 避看的电影 包米出品避暑家族 避暑家族 OKOK 那这是我们两个的共识 一定会引起你 心里深度共识 今天的影子是 有人想看你说话 我觉得这里面的绝美的 这个演技超棒的 男女主角让我很感动 所以建议大家 从这部片开始 包米的三部曲 今年一定要都看 伊朗三部曲 OK